在我們範例檔案裡面有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的話在那個什麼 在我們範例裡面的萬年例這一題 那這個萬年例其實有個需求 你們可以想把這個範例打開之後 那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需求的話主要就是說 我把這個放大一下 主要就是說我希望在這邊做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的話裡面就是說 哪一年 比如說我是2021年2022年 好了那哪一月 哪一年的哪一月 然後他可以把那一年的月曆 直接顯示在這裡 所以我只要 所以這個地方是要下拉清單 然後這邊的話要顯示 他的什麼呢 就是那一年的那個月的月曆 直接顯示 有點像是你們在點選右下角 這邊的 有沒有在Windows右下角 這邊就有類似一個月曆 那比如說我今天是下個月的話 有沒有9月 那他9月1號的話 他的禮拜 9月1號在禮拜四 所以將來要把1 填在這邊 然後總共有幾天 那就有30天 所以填9月1號到9月30 其他的東西就不要顯示 那要怎麼做 也許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第一個當然 假如我今天希望產生的年曆 當然你需要一個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有幾種做法 就是你可以把清單先放在某一個範圍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直接填上去的 方法很多 那我這邊舉一個簡單 就是這個範圍 我如果要填到這裡來的話 那第一個 當然我可以用什麼 教閱 跟這樣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驗證 也就是說我要變成下拉清單的話 第一個 你需要 準備第一個 這個清單 有沒有 第一個清單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然後把游標怎麼樣 先停在 停在哪裡 停在我要下拉 產生下拉清單的這個儲存格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點擊它對不對 然後到資料之後驗證 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你就填上去 第一個 你要希望這個下拉 這個地方變下拉清單的話 那你就把儲存格 原來是任意值 把它改成清單就可以了 第二個 它當然會變化 底下有一個問題 那你的來源在哪裡 我的來源在這裡 從IE一直到哪裡 到IE21 這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變成一個清單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下拉清單 它就會把2021 就是2000年一直到2020的資料 通通都列出來了 這就是下拉清單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這個資料放這邊的話 不就很容易被看到嗎 當然你可以放別的地方 或者放另外工作 另外工作表也可以 這是方法一 那如果另外有一種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需要有個清單 也可以產生這個哪一年 當然你開個方法 方法二的話就是說 一樣優標放在儲存格 然後資料驗證 改清單之後來源的話 第二個方法就是 把它直接 你要的清單內容 就直接寫在裡面 比如2021 第二個資料就2022 第三個就2023 假設我今天就給三個資料好了 按確定 我記得好像中間加墮點 應該OK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資料呢 它就會變成什麼 有沒有 2021 2022 2023 那這個方法的話 就不是提供一個範圍 而是直接把你的來源資料 就直接寫在這個上方就OK了 那如果說今天啦 我們就是 有年了嘛 然後就有月 月怎麼做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拿這個 要不就是用我剛剛的方法 有沒有 優標放在F1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然後 我可以怎麼樣 這邊是清單嘛 然後呢 來源的話 要不就選這個範圍 要不就還有一個方法 固定 因為其實1到12個月 基本上不會改變 所以如果不會改變 我建議你乾脆填上去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另外找一個範圍 所以直接怎麼樣 就是1 豆點2 豆點3 這樣的方式 就把每個月份 填到來源裡面 那將來你下拉的時候 它就會得到一個 有沒有 哪一年 哪一個月 那就是 比如說假設 那當然這個我們先做清單 那第二步 如果假設 我希望喔 可以幫我做一件事情 假如我今天呢 已經選了 2021的1月份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 2021的每一天都填到應該的範圍 當然填的話不是說 我今天就直接填1到3 因為我不知道2021的1月1號是哪 星期幾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查 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說直接慢慢自己去查 而是說怎麼樣 其餘 這邊其實 這邊其實往上 可以找得到 有沒有 然後這邊應該是 2021的1月1號應該是禮拜五 所以應該從這邊填 填1、2、3、4 一直填 總共有幾天 31天 所以下一步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把清單產生的話 那就是你要想個辦法 用什麼方式 可以把這個清單讓他放在他應該放的位置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先回答幾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月份 2021的起始日應該是哪一天呢 就是2021的1月1號 所以這邊填上 那下個月 下個月的呢 下個月你可以用e-day 就是等於多一個月 那為什麼需要多一個月 很簡單嘛 你如果下個月 2月1號知道的話 那你把它減一天的話 那不就1月31 那你就拿1月31的那個day的部分 你就知道他有31天 或者另外一個函數叫 好像有個函數叫什麼 所以如果你要本月起始日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前面好像有講過 叫做date函數 date函數 就格式化標準的日期 20有拿這個年在這裡 2021 月的話就是這個 那日的話就1 所以起始日就有了 按確定 他就幫你顯示 2021的1月1號 那下個月的起始日 OK那就是什麼 你其實為什麼要知道下個月 其實就是我要知道 這個月總共有幾天 比如說到底是31天 還是30天 還是29天還是28天 那有什麼方法 方法1就是先知道下個月 所以用什麼 有記者吧 我們之前有用一個叫e-date函數 e-date函數 這一天 有沒有 這個日期的下個月 有沒有 就跟那個我們做年曆一樣 按確定應該是2月1號 那把2月1號減掉一天之後的date 所以把這個有沒有 這個日期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日期 減掉一天的話 那應該就是哪一天 1月31 2月1號的前一天 那就是1月31 所以打勾看一下 結果沒有 不過他格式化 他會幫你 他不會格式化 所以我把它格式化成日期 這邊用標準的就好 用這個 1月31 但是 我只是需要哪一個數字呢 就是31 那我要怎麼指取日期的31 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公式減下來之後 再指取日 指取日的話就對 對函數就是指取日的部分 那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按確定 那這邊就會出現31 因為31的話是一個數字 所以再把儲存和格式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31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月的起指日是在1月1號 OK 然後總共有31天 不過我跟各位講 假如不用剛剛這個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插入函數裡面有一道 E-O-month 我記得好像這個也可以 就是這個函數的全名叫什麼 End of Month End of Month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哪個月份結束的那一天 我記得好像這個也可以 可以 按確定的話 哪一天 這個用法 可能再試一下 那它也可以得到哪個月份的總天數 這個End of Month 我記得這個也OK 你們可以再try一下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那將來1月1號應該放在禮拜期 比如說應該是 剛好看到 應該是禮拜五啦 所以應該放在這裡 才對喔 所以我要第一天的位置應該是 用插入函數 我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函數叫做weekday weekday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 給日期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顯示是6 那6的話意思是說 把位置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顯示 1 2 3 4 5 6 放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 就讓它全部可以跑出來 不過你想說 老師那怎麼樣可以 讓它跑一個 就是月曆出現呢 所以待會兒的話 還需要 學會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做column column就是藍 一個函數就是列 那就可以把這個表格做出來 所以其實 好像要做個 預例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容易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做了幾件事情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1 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的話 記得從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然後記得資料驗證裡面的清單 兩個方法 一個是選取某個來源 一個是直接把資料打在這個裡面 中間加上痘點 不過加痘點比較簡單 第二個的話 就是回答這四個問題 第三個就是利用column跟rl 產生一個數字表格 這個數字表格需求是這樣 我插入函數裡 你們可以用在 查閱以參照 在查閱以參照裡面 就有column函數 column 記得是column沒有加s 不是column column的話 指的就是說 你目前在哪一欄 所以你會按確定之後 向右填滿 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它剛好就是1到7欄 所以column這個函數 指的就是你現在這個儲存格 它的位置是在第幾欄的數字 OK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向右填滿之後 再向下填滿 它這個底下會自動幫我加7的倍數 再加7的1倍 7的2倍 7的3倍 所以特別注意 你可以揣摩一下 當我目前的這一列 就第三列 我就不要加7的倍數 可是我在第四列的時候 加7的1倍 7的1倍就變什麼 1到7 8、9、10、11、12、13、14 再加7的2倍 再加14 這邊15、16、17、18、19、20 21 再加7的3倍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揣摩出一個公式 就是呢 讓它往下一列的時候 有沒有 就幫我加7的1倍 所以喔 再下一個 你需要用另外一個函數 我在旁邊練習 那個函數 一樣在查閱參照 裡面的RAW RAW的話就是這個 沒有S喔 ROW的話就是列函數 OK 你可以按確定 那直接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目前所在的列是 3、4、5、6、7、8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列 跟這個需求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 當我下一列的時候 那你就幫我加上7的1倍 再下一列 就7的2倍 欸 那我公式要開始我下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把那個Current跟ROW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地方應該就OK了 我這個把它先把它復原一下 你們練習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因為剛好同學有問到 有關那個月曆的部分 月曆部分 所以我大概就補充一下 就是萬年曆的這個練習題喔 1小 quatro 2小巧 2小巧 4巧 2小巧 4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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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